德訓篇第三章 德訓篇第三章 智慧之子 形成二人的集會 他們的家族充滿服從與友愛 孩子們 你們應聽從我 你們的父親 你們要這樣作 以便得救 因為 上主願父親授兒女的尊敬 且確定了母親對子女的權利 孝敬父親的人 必能保贖罪過 且能戒備罪惡 在祈禱之日 必蒙應允 孝敬母親的人 就如積蓄珍寶的人 孝敬父親的人 必在子女身上獲得喜樂 當他祈禱時 必蒙應允 孝敬父親的 必享長壽 聽從上主的 必使母親得到安慰 敬為上主的人 必孝敬父母 逢是生他的父母 猶如逢是主人 你當以言以行 以各樣的忍耐 孝敬你的父親 好使他的祝福 降到你身上 而全流至終 因為父親的祝福 鞏固子女的家庭 反之 母親的作咒 不除家庭的基礎 不要以你父親的羞慾為榮 因為父親的羞慾 為你不是光榮 原來人的光榮 是見在他父親的榮譽上 不名譽的母親 是子女的恥欲 我而 你父親年老了 你當輔助 在他有生之日 不要使他憂傷 若他的智力衰弱了 你要對他有耐心 不要因你年富力強 就藐視他 因為 對父親所思的年吻 是不會被遺忘的 天主必要赦免你的罪過 復興你的家庭 因你容忍母親的過失 必獲賞報 天主必依公義 建立你的家庭 在你困難之日 要紀念你 要消滅你的罪 隨過 有如晴天融化冰箱 背棄父親的 形同涉性 激怒母親的 以為上主所助就 我而 執行你的工作時 應當謙和 這樣 你會比思慧的人更受人愛大 你越偉大 在一切事上越當謙下 這樣 你才能在上主面前 獲得恩寵 因為 只有上主的權能是偉大的為謙信人所尊崇 為你太難的事 你不要尋找 超乎你能力的事 你不要研究 然而天主給你所規定的 你應時常思念 在他的許多工程上 你不應懷著好奇心去追究 因為 親眼觀察那些隱密的事 為你並不需要 在超過你能力的事上 你不要勞神 在他的許多工程上 你不要懷著好奇的心 因為 你已見到許多 人類不能理解的事 的確 有許多人受了自己妄想的欺騙 邪惡的幻想迷惑了他們的名誤 心裡橫硬的人 終究必有不幸的結局 愛危險的必死於危險之中 徘徊在兩條路上的心 決不會成功 心術不正的人 必要半島 橫硬的心 必為仇苦所累 罪人必要罪上加罪 驕傲人們的創傷 無法醫治 因為惡根在他們身上 以根深蒂固 而他們卻不自覺 明智人的心 領會語言 智慧人的心願 是欺求熱心的聽眾 聰明睿智的心 必戒備罪惡 在正義的工作上 必獲成功 水可以消滅烈火 施捨可以保贖罪過 天主保佑施捨的人 此後必要紀念他 在他跌倒時 要使他獲得輔助 身亡靭的心哨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